防火防盗 长夜安稳 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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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声音全部入耳 几人才松了一口气 原来是打更人 道是这声音一慢三快 说明此刻已是四更天 对于打更声来说 一慢一快 连打三次 是为落更 即宣告入夜 一声之后接着一声 如此连打多次 是为二更 三更是一慢两快 四更是一慢三快 五更是一慢四快 所以只需听打更人敲那竹帮子的声音 就足以知道时间了 他们来哭容院也没觉做了什么事情 竟不知不觉耗了这么多时间去 但只一转念 心又提了起来 哭容院已荒气多年 附近也无什么人烟 为何会有打更人过来 三人都是修为不俗 胆子并不小 什么痴魅王良也没甚好惊 只是刚刚经历了将望诡异遇险仪式 难免让他们有些警惕 几人对视一眼 十四身披肤跃甲 漠不作声地走在了前面 将望手以按剑 与众玄胜分别跟在左右 自然而然地组成了一个小三才阵型 这是战场上杀出来的默契 先前说过 哭容院废墟之外 有一池死水 据说是跋山荣佛之后留下的大坑 被雨水锁填 就在三人走出废墟之后便看见 在那池死水旁边 就被对他们 站着一个略险勾楼的人 戴着一顶破旧的皮帽 身上裹着破凹子 手里提着一个白纸糊起来的灯笼 悬在水池上方 十四身披重甲 又蓄势带发肩没有特意控制 走起路来 难免发出甲皱摩擦出的声音 水 水池边那人猛地转头 惨白灯光映照 一张衰老的脸上 双眸圆睁 却没有一丝神采 是个盲的 死水 瞎子 白灯笼 而他的手上还未停 还敲着竹帮子 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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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更天 路人 众玄盛压着声音说 沟楼盲人停下敲帮子 指道 雾七老二眼瞎 老二心明 从他身上 察觉不到任何修为 但这话一出 无形的压力已被三人感知 通天宫内 明竹中忽然发出江眼的声音 如果我是你 就第一时间逃离这里 什么也别管 江眼的声音很慎重 以燕流星爆发的速度 他或者的确比重玄盛和十四逃得快 但江望只是紧握着剑柄 对江眼的建议置之不理 不敢欺瞒老丈 我们这就要回去 打更人身形纹丝不动 白灯笼意似凝固在空中 只慢慢问道 可知这是哪里 江望的确更诚恳 也更容易让人信任 因而众玄盛也保持了沉默 任由江望出面交涉 江望想了想 回到 破庙废止 可曾瞧见什么 眼中所见 断臂残垣 心中所见 心账而已 打更人又问 可知归途 记得清楚 江望所说的话 的确没有半分虚假 打更人稍稍停顿 才到 小心露面 误扰四邻 说吧 他将白纸灯笼往旁边一拉 似是为三人指路照明 谢过老丈 江望说着 便要从旁边过去 众玄盛冷不丁出声问道 老丈打更怎举白灯笼 道似祭奠什么 打更人道 许是欺掉了 老二眼盲 未能瞧见 众玄盛说 老丈家住何处 回头我着人上门 为您补妻 打更人把白灯笼提到眼前 似乎这样那双盲眼能够隐约感知到一些现实的色彩 然而白灯笼的光 照在他皱纹满面的脸上 显得格外的奇鬼 他慢慢地说 你若诚心 不妨与我回家 这时便补 众玄盛往后一说 不避了 老丈打更要紧 当下在不多话 三人看似随意实则警惕地离开了这里 一直走出许远 回过头时 已经看不见那盏白灯笼的光 众玄盛才凝重地说道 枯荣苑里果然有古怪 不然没有必要专门在这里安排一个深不可测的打更人 打更只是一个很普通的职业 但毕竟吃的是黄粮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也属于官府中人 而打更人也分层次 众所周知 打更除了暴食 兼提醒人们防火防盗之外 还有一个职能救世 驱鬼 涉及超凡 普通的更夫当然做不到这一点 枯荣苑废墟外的那个打更人 应该就是最恐怖的那一档 以江望等人现在的实力 还根本瞧不出深浅 到底是什么样的秘密 导致在枯荣苑被移平这么多年后 还有这样强大的打更人巡视 又为什么 能够引发万字符的变化 拷问道心 江望当然知道众玄圣为什么如此重视这个问题 枯荣苑里的古怪 很可能跟他父亲当年的变化有关 江望在通天宫里问 刚才那个打更人 你有什么了解吗 江眼刚才提醒他逃走 想必是有一些判断的 然而 明竹纹丝不动 江眼一声不吭 喝 还挺有脾气 只能暂时先放着了 江望认真说道 实力不够 想什么都是无用 众玄圣也点点头 我知道 他转问 刚才没有来的急问 你在枯荣苑有什么收获 我感觉你的气息更灵动 气势也更稳固 生死枯荣 生杀如转 枯荣苑当年一定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地方 江望说道 我的道心更坚定了 同时察觉了自身的一些问题 他心里有一种名物 寿缘不够圆满 这将是阻碍我修行更进一步的关爱 在叩问内心 问心无愧之后 他在兼顾道心的同时 察觉了自身的遗憾 当初在枫林城施展白骨顿法耗费的寿缘 虽然有一颗养年丹 一枚寿果 但仍未能得到完全的弥补 为什么当时在通天境迟迟未能踏足极限 或许这也是原因之一 这仍是缺乏名师指点的弥触 很多问题都要碰过弥后才能发觉 甚至碰得头破血流也未必能发觉 众玄胜当初送出受果 便以为帮他补足了遗憾 其实还差一些 众玄胜点头道 问题能够发现 就可以解决 有什么需要 随时跟我讲 十四身披重甲 在长街上踏地无声 三人迅速融入林姿的夜晚里 而在他们身后的茫茫夜色中 一只白纸灯笼 一闪而过 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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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更天 再见